就是这个酷爱篮球的小男孩 近日一段站在长条板凳上练习胯下运球 控球动作熟练 令人叹为观止的视频 在网上和各大媒体争先报道 那么这个优秀的小男孩是谁呢 今天我就带您走进他的篮球世界 他叫赵振尧 今年九岁 浙江嘉兴人 他的爸爸说 孩子练球三年多一点 板凳运球今年过年的时候开始上手的 主要是练习孩子的一个重心控制 孩子的梦想是未来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您看小男孩双脚站在长条板凳上 通过在板凳上拍球不让球掉落的方法练习运球技术 左手换右手 右手换左手 篮球好像粘在他手掌心一样 男孩运球从不去看 每一次换手 每一次穿过胯间都是把球打在板凳上 一点不差 从不失手 篮球在他手里似乎变得非常灵活 听话 男孩熟练的运球控球技术让人叹为观止 原来男孩从小就是个小球迷 每天都坚持训练 看到男孩运球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网友纷纷留言 这是我看过所有唯一让我看服的王者 哪有什么天赋异禀 不过是百炼成钢 少年坚持下去 未来可期 少年强则国强 努力的人总能超越梦想 那么您看了这个视频 让我们为有梦想的小朋友点赞吧 生活精彩无限 我们下期再见 ドイン